独孤求败属于试坏高人系列 人不在江湖 江湖却有他的传说 独孤求败实力有多强呢 他纵横江湖三十余年 杀尽仇厚 败尽英雄 直到天下再无对手 才隐积身伤 也就是说独孤求败 是打到没人可打了 才决定要退隐江湖 与雕为友 果真是无敌的存在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为什么射雕舞爵都不知道独孤求败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古代通讯技术不发达 而且交通也不够便利 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古代人一生能接触的人 与现代人相比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举一个例子 天龙中的卓博坊 号称是剑神人物 自己在身上修炼剑法 以为天下无敌 可没想到一出伤就被虚足给解决了 这就是因为卓博坊接触的人不多 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何 秩序天下第一把了 再说独孤求败 很大一部分可能 独孤求败也仅仅是打败了自己圈内的人 并没有真正挑战全国 乃至西域 所以龟名并没有传播开来 自然色调舞爵不知道也很正常 今天事情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五项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